都说现在社会这人冷漠,无情,见着有困难,谁也不帮谁,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这生活多好,人民富裕,生活安康,都有工作,孩子也能健康成长 《礼记》里边介绍过这么一段 无作,无外活,不必,视为大同 咱们的生活好,多亏国家为百姓照讲,为百姓干实事,作为咱们百姓呢,也应该互相帮助,看谁有困难,特别是孤寡老人,应该都去帮助帮助 别人不说,就拿我来说,我老了今年快八十了,岁数不小了,整天在家挺闷的哄 我呢,就经常抽空去陪陪老人,说会话,帮着干点家务活,可有些人就不行了,年轻人就知道玩电脑,玩篮球 我不是反对啊,要适当,趁年轻,多学习,对自己提高有好处 现在这世卫好,不像过去,旧社会,总说万恶的旧社会,这话真是不假,男人为老百姓照讲的,没有,甭想 我有个老太爷,等于是我的曾祖了,前两年去世的,现在要活着都97岁了 从前他就老给我讲过去的事,我给您晓晓,好比现在,我就是我老太爷了 说过年了,家里啊,连点正经吃的都没有 过年,得包饺子呀,可家里都没白面 我媳妇问我,你看这怎么办呢 我说,谁说没面,不是还有半口的棒子面的吗 我媳妇说,你包一个我看看,有用棒子面包饺子的吗,包得上吗 我心想也对,可怎么办呢,不吃,又想吃,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 初三的盒子,就是韭菜盒子,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炒鸡蛋,都有这讲究 大年初五,想吃饺子,怎么办,家里虽说没肉吧,可有点粉条,放点菜,这馅也挺好 可就是没白面,买吧,又没钱 我媳妇说,那就甭吃了呗,我说,不行,想办法也得吃,我去趟米面铺子,跟大掌柜的舌尔进去,说走就走 到了米面铺子,我说,王掌柜的,过年好,给您拜年了,今天初五了,初五晚点晚点吧 我祝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员茂盛盛,达三江 我说完,掌柜的理都没理我,站都不站起来,别废话,埋骂,说话,埋骂 我黑黑一笑,我要白面,多少,说话,按二斤,二斤白面,二斤,给您,五块钱,拿钱 不是,我不买,您舍我点,您舍我点,不舍账,不舍账 掌柜的,您别这样,都街里街坊的,您舍我二斤,过了初期,过初期,我准给您送钱来 不舍账,不舍账,嘿,真行,狠心王二麻草,还真是 掌柜的,这样,我给您唱段歌,唱段喜歌,说完,我站在门口就唱 新年新月,送新春,花红堆子,贴满门,西洋财神,来尽宝,五的元宝,抬进门 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巨宝盆,巨宝盆内插金花,您的荣华,头一家 发财不掌柜的,发财不大掌柜,大掌柜的,怎么样,收我几根白面,不设账 掌柜的,别说过两天我给您钱,就是不给,我给您念了这么一段喜歌,您也应该送我二斤 不行不行,您要不说,我可还念啊,我站门口又念 一姐门来抬头关,胡同来了三位仙,增福仙,增寿仙,刘海儿本市的海外仙 神仙不落着凡间地,差派来人送吉言,吉言送到了宝号内,您的荣华万万年,发财不掌柜的,发财不大掌柜 不设账,我说掌柜的,您就不可怜可怜我吗,您可怜可怜我们穷人,不可怜 您的心就这么狠啊,就这么狠,您要不给,我可还念,掌柜的说,念呐,越念越急性 我说,再念可就没喜歌了,可就别的了,再念可就丧歌啊,我站门口又念 一姐门来丧起桌,丧门吊客两个陪桌,那掌柜的得温病,掌柜的宁可太缺德 您这宝号阴气重,一招招来武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黑白无常,后边跟着 您不给我,摄白面,一会儿您这儿就着火,倒霉吧大掌柜,大掌柜,倒霉吧 您一会儿就完,就厌弃了,无常了,绑固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 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辣了,嗝了,嗝屁了,嗝屁,着凉了,料了,料挑子了,皮了,皮料扎了,吐了,吐到了,吐点了,无常到了,万事修了,俩六,一一一一一和了,整个都给我给白面